Whala! 我是阿基雷 今天要來談 沒有廣告公司哪來的廣告創意人 這個題目還蠻特別的吧 之前我們在談說 比較難搞的客戶 或者是如何跟客戶溝通 其實廣告創意人也是很難搞的 因為給所有的廣告創意人都想要得廣告獎 當你想要得獎 然後像孔雀般的到舞台上的時候 常常會忽略到的是 那客戶呢? 其實沒有客戶哪來的我們廣告創意人 我覺得這是我們做這一行的人必須審視的 再來的第二件事情 其實各位可以好好想一想 歷屆得獎的廣告作品 有多少商品掛了? 而沒有在市場上 那請問這個廣告是為何而做? 是為了廣告人自我自娛娛樂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應該自己花錢去拍好的廣告片嘛 那幹嘛用客戶的錢呢? 這樣是不是很不道德? 所以第三件事情呢 所謂大家廣闖藝人嘴巴裡說的好廣告 其實我們都把它界定成得獎廣告 那我想請問的是 好廣告的界定是在哪裡? 只是得獎還是賣好? 還是又賣好又得獎?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 另外呢 第四個其實是 多半我們在跟客戶提案 當然就想要 以故事行銷為主 以人的音賽為主 然後勢必花了很多心思想要去說服客戶 拍一支覺得比較有Sense的廣告片 但同時之間 我們都會 一點一滴的忽略到說 那客戶 他的銷售目的 必須要達到哪裡? 而我們有沒有協助到這群客戶? 其實這句話我也是在對我自己說 我曾經做過有得獎廣告 但客戶掛了 然後行銷人員一票被裁員 那心很痛 一群相信你的人 然後拍了一支得獎廣告片 結果那群人卻因你上台領獎 而整個被犯了 這是不是我們必須要審思呢? 所以最後也要跟各位廣告創意人說 沒有好壞的客戶 只有付錢給你的客戶 而這客戶 你有沒有責任把它做到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沒有客戶 那來了廣告創意人 你有沒有想過呢? 掰掰